這幾天 寒流帶來了追雪人潮 而上山車輛必備的雪鏈 卻因此引發了不少糾紛 有民眾指控八號前往 河歡山賞雪 在淵風停車場準備裝雪鏈時 碰上業者疑似施壓要帶裝 拒絕之後卻被怒罵毆打 而被指控的業者則是解釋 是這名駕駛已經擋住了 停車場的動線 才會上前詢問 想上山賞雪 但雪鏈該怎麼裝 也讓不少人好頭痛 有民眾指控 八號準備前往河歡山賞雪 在淵風停車場準備自己裝設雪鏈 卻被雪鏈業者指責裝設錯誤 讓他好有壓力 民眾不滿 當時雪鏈業者在旁邊緊盯 還嘲諷裝設的方法不對 意思是要招攬生意 但業者出面說明 表示當時這名駕駛 已經擋住停車的動線 上前詢問是否需要幫助 卻被嗆瞎導致衝突 他跟我說 他快轉他就轉他就轉他就轉他 然後我們跟他說 那不然你可以靠邊嗎 他就不開心了 該車在車道上 妨礙到後方的車輛通行 與業者勸導其離去的時候 發生到有爭吵的情勢 警方到場了解 但雙方最後都沒有提告 不過寒流帶來一波波的賞雪人潮 雪鏈收費各有不同 輪胎業者指出 以一般轎車最常使用的雪鏈來說 山下租用的價格大約落在六百元 山上租用則是在一千五百到兩千元不等 輪胎業者說 今年雪鏈的需求比去年同期多了五成以上 如果是車輛打滑需要脫掉 平均的收費也在兩千元左右 而泰管處也另外拍了影片 教導如何裝設雪鏈 要提醒民眾出發賞雪之前 得先做好功課 才能避免受困雪地 記者林健身 南投報導